这次的周末答疑和花线练习 由我与大家进行分享 进入38期已经开始了 我还是要强调一下 股市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 大家在没有学会把握量学标准之前 最好不要试盘 本视频用于解读清华版量学经典原著 弘扬清华版量学技术精髓 免责声明过往案例仅供参考 不做未来收益保证 对此操作风险自负 今天我们第一个是答疑个股 第二部分就是周末的花线练习 那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提出的一个问题 首先他看到了这只个股是涨停板 他问符不符合牛骨三绝 第二个问题是7.33是不是我风 如果是我风加油突破有没有问题 那我们看他写的这个地方的牛骨三绝 跳空不补 背量不穿 高亮不破 对这是牛骨的三绝 牛骨三绝是建立在牛骨基础之上的 我们并不一定看到了背量不穿 高亮不破 跳空不补 就认定他是牛骨 那是不对的 因为背量不穿 高亮不破 跳空不补 在牛骨的基础上他才会更牛 那我们要知道 你要想知道这只股票是不是牛骨 首先你要知道牛骨的三个阶段 对吧 要知道它的运力期 启动期和它的爆发期 那你要爆发期知道这三个阶段的同时 我们要知道什么 牛骨的三重密码 对不对 你知道了牛骨的三重密码才能确认它是牛骨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个股 当我们看到转停板这个异动的时候 首先你要缩图看式 那我们看一下 当我们缩图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当下这个就近的这个高亮风 这个摆高亮风在这个位置 它处在 这个掌停板处在摆高亮风之下 虽然它是背量上弓 而且它已经突破了就近的这个掌停板的高亮湿顶 对不对 那我们结合位置决定性质来看一下 在这个位置 这是高亮的湿顶 高亮湿顶是安全线 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我们是很尴尬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空间它不到一个掌停板的空间 同时呢 这左侧它又是一个高亮 所以我们这是高亮又是左风 这个时候我们最好画好盘前三线 如果你在这个回踩的位置介入了此过 那你可以继续吃过 看它能否有效突破这个上限 高亮湿顶安全线 它突破了这个左侧的左风的高亮湿顶安全线 它才会继续上扬 那我们看一下这股 属不符合流股呢 那我们首先就要缩图 看是此股也是长期下跌之后 没有特别大涨过的股票 对吧 那在此阶段出现了一个长期的上涨放量 下跌缩量 而且你看 驾驻风波浪滔天 亮驻风平浪静 在此位置 主力的资金开始进场 进场之后 在这里形成了一个跳空步步 而且它处处回踩 有支撑 有精准 这是我提前画出来的 因为我们研判一只股票的时候 你首先从它当下的建构向左看 看它当下的建构有没有支撑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到 此股在这里 是以这个大阴的石顶为防线的 你看 它在这个地方 它每次虽然有下探 但是它都没有有效跌破左侧的这个大阴石顶 所以呢 它是以这个阴柱的石顶为防守线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此的过程中 主力每一次的上弓 你看 它都稍有跌破 它就会迅速向上突破 如果这种没有精准的过峰的个股 那它的涨幅往往没有回踩精准线 涨幅要高 同时它的力度也没有不回踩 没有回踩精准线的强 因此我们尽量要找踏实的 就是说 主力埋头做票 处处回踩有精准的个股是最佳的 你看 此股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回踩的动作 它的阴柱是踩在了左侧这个凹峰上 它也有精准 但是 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这个甲阴顶这个位置 是一个穷峰 对吧 那如果它回踩精准踩到这个穷峰之上 它的支撑力强 常态它就会直上 所以说 这个阻力它是控盘的力度 相对来说呢 要比这种回踩左风 这个穷峰有精准的 要稍微弱一点 所以它在这里进行了一个震荡性的走势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为什么在这震荡 因为阻力在这一次上攻之后 它迅速地主动地进行了一个撤退 在此上攻的过程中 这里是一个筹码密集区 我们可以看到 你看 在这里 它是有筹码密集区 因此阻力在这里 感受到了压力一般 进行了一个反部震荡吸盘 之后再上攻 那我们当下就要看它能不能在我这个位置 从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长期下跌亮柱凹陷的 是不是 底部是步步抬升 处处有精准 说明阻力控盘相对还是比较好的 是不是 但是它比起过穷风回踩 那种三级飞跃的个股来说的话 它相对的要弱一点 因此这只股票我们只能 这只股票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牛股的形态 那它的用意期的时间 越长才有成牛的可能性 对不对 那它孕育的时间长不长呢 我们可以看看 2022年的4月份到现在 它调整的时间是6个月 3、5、8个月 往往可以断定它有牛股的 牛股的个性 但是它能不能过这个百高峰 王子老师也说过 一旦过了百高峰的个股 往往还有后劲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等主力进行确认 看它能不能站上这个百高峰 站上百高峰确认 那我们就要一步一步想上看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个峰 或者是左侧的每一个的阴的实力 都是空方的堡垒 主力只有突破之后才能上弓 因此我们要学会走一步 看三步 怎么看 从当前的状态来研判它 即将反弹的位置来确定它 所以 所以此股我们还是值得继续关注的 那你就看它能不能突破这个左峰 如果赞成的百日高亮峰 那这只股票的空间就会被打开 那它的牛骨的个性就会再一次的显现 我们看第二个 赵毅创新 这只写的是 判断连续下跌后底部出现三次真底抬高 底部三阳胜阴 多余三组阳亮堆 这一组两组三组阳亮堆 可以判断有资金进场 底部阶段没有阴过阳的柱子 下跌缩量基本在三阴 判断控盘处于较好水平 判断阻力为前 主力位在谷底线这里 你这个判断是对的 目前有三次尝试突破 是的 请问是否符合世界AEDQ的选股模型 那我们看一下磁股 那我们首先缩图可以看到 磁股是一个长期下跌的一只股票 而且它的量能 你看它并不含蓄 对不对 虽然它分厚缩量三阴 有消化的消化下跌的一个走势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就如你所说的 它已经处在分和谷的这个位置 分谷的临界位置 往往在没有突破之前 这是谷风线 没有突破之前 往往是强大的压力位 只有突破暂稳之后 才会成为强支撑 因此此股 此股我们就要关注此线 看它能否有效突破 当我们遇到穷风个股的时候 最好是取两个以上的风顶 划水平线 因为这样的穷风风顶线的 参考价值还最高 那我综合了它的穷风 和这个穷风 所以我把量线 划在了这个位置 如果它能够突破这个谷底 那必然是站上了这个穷风 对吧 那它的后劲才会更足 它的支撑力才会更强 这位朋友问 是否符合AADQ 世界讲的这个战法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首先前期要有资金入场 对吧 第二个要凹陷 长期呢 它要凹陷 凹陷的量下跌 量能要凹陷 表示它是假跌 假跌还有增长 只有跌无可跌 跌到什么位置 跌到百日跌量 出现百日跌量之后 百日跌量之后 底部要有高量搭桥 康量过桥 这就是我们师姐的AADQ战法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磁骨子长期下跌 所为百日跌量跌无可跌 主力在这里挖了一个坑 对吧 那挖了一个坑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是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是长期的凹陷 对吧 资金入场 我们可以先这样看 资金入场 长期凹陷 在所为百日跌量跌无可跌 这个主力是挖了一个坑 在这里形成了一个 底部在抬高 这时候我们就要用什么来判断 刹车换档来判断 看这个主力能否站到 康桥之上 那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此阶段 它的康桥 应该是这个左侧的这个凹峰 对吧 站稳凹峰即将上攻 也就是我们师姐说的 康量过桥 对吧 Q就是康量过桥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位置 主力 第一次突破 第二次 你看第一次突破以后 它故意想下一踩 对吧 但是它没有跌破这个 就近这个高量的实底 所以说它是在 在高量实底和高量实底的防守区 对吧 在这个防守区里面 我呢我们就要继续关注 看它能否有效 站到这个 就近这个高量实底之上 它有 你看在这一天 出现了一个高开低走 被动撤退的假音 假音正样 而且是个背量 对吧 背量柱是实力与雄心的极限 那主力用这个东西 它是干什么 它是以强示弱 让你引起你不被注意 但是我们知道 假音正样 我们要看主力有没有使用的习惯 对不对 那使用的习惯 才能决定它的这个假样正音的基因存在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假样正音 小跌起上 那就说明这个主力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庄稼 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假音正样 次日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关注它干什么 你看 它在这里高开低走 被动撤退 它已经站到了左侧这个凹峰之上 同时站到了这个左侧这个大音的IV之上 那它的方向常态 此趋势是向上的 所以在这一天 你是可以盯紧 只要它阳盖音同时站在了这个大音十顶之上 对不对 那它这个强阻位已经突破 主力必然有一波凝利的上弓 因此它就出现了这个这一波的上涨 在这个位置是由我们师姐讲的 AEDQ战法可以结合来应用的 同时我们要知道位置决定性质 我们师姐的这个战法既可以用于短线战法 也可以用于长线战法 所以说大家把师姐的这个战法 灵活的运用好了 那你的收益也会翻翻的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在这里它说有三次试探性的突破 所以我们此股要等它能够有效突破 那我们再继续往这个凹峰的 再继续往这个股峰线的时候 那还是我们一个最佳的一个追击方式 对不对 那当下出现了一个量价圣音 但在这个假音十顶的下方 常态主力还有上弓的欲望 那我们就看它能不能有效突破此线 如果突破此线 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关注 如果不能突破 那我们只能观望 我这样解释 大家能明白不 好的 谢谢 只要大家能听明白就好 大家学战法的时候 一定不能因为一种战法 有一种固有的思想 我们要把战法 它要进行一个灵活的应用 要把它的变形 变异的各种形态 都要进行一种反复的集会 通过量柱和量线的结合来认识它 来应用它 这样我们才能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当然了 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如果说你学一期两期 就想把一个战法融会贯通 这种可能性不大 为什么呢 因为它都是建立在量柱和量线基础之上的 只有我们把量柱量线的基础打扎实了 那各种战法的应用 才能达到一个灵活自如的状态 我也是跟世界学了将近已经有三年了 所以才有了今天的这一点点进步 所以大家学习的时候 不要着急 也不要惊慌 一定要静下心来学习 在群里面我们要多多的交流和互动 这样我们才能够进步的更快 把基础打得更扎实 把你的认知范围提得越高 那你做票的胜率就更高 那我们看看这个 2345 这位朋友问得非常的简单 直接 他问的是 怎么预判还能加仓吗 那我们看看此骨能不能加仓 如何预判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它上筒放量下踩缩量 而且是缩三一 同时我们看到 它这是一个长腿 对吧 诶 师姐好 哦 乖了 学院说起来 但两百 是讲了 和太米 在一个很大股 很大股 其实 说了 但是 但是 最后总 往往 一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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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手中 在手中 当中 跟俩讲 现在 业绩比较好 你也许 说一句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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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它上筒放量下踩缩量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它没有踩到任何的量线 对吧 那现在它收在了这个 涨停板的十顶之上 也就是说 这个高量的虚顶之上 那 那如何进行预判呢 首先 我们缩图来看一下 此故 价与价比 量与量比 你看 价和价比 它是同高了 但是 你看 它的量明显 放大了 是不是 同时 我们可以 我们放图 找住 我们可以看到 它上筒有量 同时 它并没有 站稳 这个究竟的 左风 是不是 那左风 是在没有站稳 之前 它是一个压力 主力上筒 说明 主力有上筒的一望 缩量 三一 是假跌 但是 假跌 它没有 找到重要的平衡 和支撑 常态的情况下 像这种 王子老师说过 当 跌制个股的时候 只有当出现 它平衡 或者是 踩到 量线的时候 才往往 有可能出现 中到 大洋 但是 它没有 它平衡 也没有 形成 自平衡 常态的情况下 它还会出于一个调整 因此 在此位置 我们应该谨慎 谨慎 看 究竟的 这个高量 实力 它能否 有效站稳 所以 我们提前 画好 盘前三线 下行 找 杨实力 由于 它是一个大洋 我们看 大洋的二一位 它能否 有效 站稳 是不是 站稳 回踩 确认之后 那我们看 它能不能 有效突破 这个高量的实力 因此 通过 盘前 三线的设置 我们可以看到 下面的 空间大 上面的 空间小 那 我们就要 看跌 防涨 因此 只有 有效突破 确认 站稳 这个高量的 实力 那 我们才可以 看多 做多 这是我们的 化线 电席 第一支票 合力泰 合力泰 这支票 它为什么 能够出现 两个 连续的 涨停板呢 首先 我们缩图 看一下 我们世界 选股的思路 缩图 我们可以看到 这支股 是一个 长期下跌 没有大涨过的 个股 对吧 同时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 它是有一条 风 股 风线 说明 主力在上 这个风 这个谷底的时候 遇到了 抛压 你看 在这里 形成了 明显的高量 次日 主力 就主动的 低开 低走 在这里 反复试探之后 一路下行 那 这个位置 就是一个 重要的一个 阻力位了 对吧 那我们知道了 这里是一个阻力位 那 我们可以看到 这股是长期下跌的 而且 我们可以看到 量度是越来越寒逊 在这里出现了 上宫 受阻之后 主力 再次进行了一个回撤 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阻力的计划 它在这个位置 应该说 跌破谷底之后 应该继续下跌 它小跌 即升 这就是主力的一种假动作 在这个倍量 掌停板 就告诉我们 它要上工了 为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是板低 低量加倍量 是阶段性的拐点 对吧 它是向上的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过程中 正当过程中 量度 你看 架度 不浪 透天 量度 风平 浪静 同时 它是架 整体上是平的 量呢 整体上 它是缩的 我们可以看到 那在这个位置 我前面也与大家交流过 如果主力 它上工过了 它这个下跌 波段的二一臂 那常态 它是要向上 施横的 对不对 如果大家记住了 我经常与大家 交流的这句话 这也是我们师姐说的 波段的二一 架竹的二一 对不对 那都是主力的一个重要的穴位 它一旦突破二一平衡位 往往它就会想上失衡 因此 这个涨停板 如果大家懂得了波段的二一突破 而且是倍量过的 那这个涨停板是很轻松 能够抓到的 对吧 那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股票 为什么会选这只股票 做化线练习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风后是缩三一 缩三一 下跌的 而且 你看 在下跌的过程中 它没有阴过阳的柱子 即使由 它也很快的就被消化了 对不对 那这样的情况下 主力常态 说明 它是在吸筹 对吧 资金 入场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是倍量 倍量都是主力 实力与雄心的极限 而且它是扬胜的是吧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 主力 资金 入场 这里 它是缩倍 假跌 单枪上统 创了新高 次日又缩倍 明显的假跌 假跌 必有增长 增长 它必须有王牌进行 进行接力 合力 才能连续的上弓 那我们要知道 一个掌停板 往往相当于一个王牌 那现在有两个掌停板 就相当于有两个王牌 同时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 它的动作非常的微妙 你看 它的真底 在抬高 一级真底 二级真底 是不是相当于刹车 换挡 在这里 这一个跳空 就相当于 它在加油 所以 当下 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是背量 和背量的拉伸 背量拉伸 背量加背量 是主力 给予拉伸的体现 对吧 那 主力能不能够 继续上弓 那我们就要看 当下的称组背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已经 站在了 左侧的 这个凹峰 之上 站在了这个 左侧的凹峰 之上 那站到了凹峰 之上 它站稳 继续上弓 那我们根据 当我们看到 那我们就要走 它的称组 看它的空间 对不对 看它的空间 看它的叛向 那我们结合的 可以看一下 在这里 它的下限 我们就设它的 二一位 你看 刚好 也是这个 你看 这个筹码 密集器 这个大音 十底 这个地方 而且是个 跳空缺口的 一个位置 那我们可以 设在这个位置上 设为 它的下限 那上限 就是抓重点 和世界说的 抓重点 造关键 上行 造阴 十底 那我们同时 要结合 左侧的真假 高大 往备峰 来综合 来曲线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 这个高亮的十底 和这个大音的十底 是重合的 所以说 这是一个 关键的量线 如果主力 能够有效突破 它必然 还会继续向上 那常态的情况下 我们根据 根据空间的 判向 可以看到 它是 基本上是 相等的 那我们就看 开盘定势 同时 这只股票 它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位置 缩图 我们看什么 看它 所处的位置 那我们把这个线 延长 同时 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这里 这是一个谷底 对不对 在这里 又是高亮的十底 它是一个 非常关键的 一个亮线 如果不能 有效突破 常态 它会继续 向下探 早到 回踩 支撑之后 它再 才会进行 再一次的 上攻 那我们 看懂了 次股 所以大家 提前设好了 盘前 三线的设置 那你就不会 进行一个 盲动 对吧 跳空 有人说 那我看它 跳空 向上 我就 急急 跟进了 那行不行呢 不行 为什么 早盘的 前三十分钟 往往是 逐利 又多 或者是 不是说 又多 它是一个 躁动棋 对吧 它只有 跳空 站到了 关键的 这就是一个 关键 亮线上 风时 成为正三围 亮冷 非常的 含蓄 它才可能 会继续 上攻 对吧 有时候 它说 有的人说 那我打了直升波 你看 它急急慌慌 就往上拐 那我该如何呢 它直接拉直线的 说明 主力 它是 做虚的 为什么 因为它心里 没底 才会拉得急 你看 这里拉得急 它不放心 它又下台下来了 是不是 在这凡复震荡 确认之后 它才封板 这个板封的是 非常漂亮的 对吧 那次如果 如果跳空到这个位置 往往 它就会有一个 不错的涨幅 所以 我们看个股 看个股 都是为了实现 自己的一个操作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找到 适合自己的 亮线 攻防体系 你找到的 适合自己的 亮线 攻防体系 你才能做好 自己的 操盘 计划 所以说 大家一定要学会 先看懂 磁骨 先模拟 先不要急于 试盘 当你学会了 操作之后 你把判 判向准确之后 那你要根据 亮学的标准 进行操盘 往往会去到 神奇的效果 而且你 四次都会 眉开眼效的 这就是 我为什么 经常说 一定要系统 学习 无论在大群 还是在 咱们的集训 群面 我都要说 系统 学习 就是这个原因 我也是得意 跟着世界 系统 学习 还有了 今天的一个 小成绩 那我们 讲完了 磁骨 那我们可以 看一下 这个合力 态 那大家 要结合 这个空间 来判向 确认之后 你可以 继续的 跟装 好吧 智邦 家居 这只个骨 我是提前 做了一个分析 为什么我们的师姐 会选 磁骨 那我们可以看看 你看 磁骨它的基础 还是相当扎实的 首先 我要给大家强调一下 在画骨底线的时候 凡事遇到穷骨 我们尽量去画它的 精准平衡线 如果找不到 那我们就 以 以它的 那你就根据它的 平衡来画线 即可 那在遇到穷骨的时候 我们尽量取三个 或三个 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穷骨 来画骨底线 才具有参考价值 这时候的参考价值 也是相对最高的 因此 我画了这条穷骨的骨底线 因为它镶切了一个骨 两个骨 三个骨 是不是 所以它的参考价值 是比较高的 那 在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看到是一个 背量 背量上弓 而且过了这个左峰 同时 它又突破了 这个左侧的这个骨底 是不是 你看 站上了骨骨线 这就是一个 强的支撑位 只要它回踩不破 确认 必然会有一波 灵力的上弓 那为什么 因为你看 它站到了 百日高亮峰之上 对吧 你看这个主力 在这里 欲压即下 欲撑即上 这就是主力 水性 洋花的个性 那我们可以缩图 看一下 磁骨 磁骨是在这个位置 进行了一波的下跌 在这里进行了一个出拳 出拳 我们就当新骨看 我们就从这个位置来看起 那我们看到了磁骨 在这个位置 上涨放量 下跌 缩量 而且它架住的深幅 大于量住的深幅 那常态的进行了 相当于架升量缩 主力在这里是空盘的 空盘之后 主力在这里进行 反复震荡的下调 在此过程中 你看 在这个位置 上涨放量 下跌缩量 也就是大家说的 三阳圣阴 对吧 那三阳圣阴 首先我们要找到它的刹车 对吧 刹车在这个位置 它没有刹住 在这呢 创了新机 在这里出现了一个 反复的回踩确认 它刹车 刹住了 是吧 刹住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 它有回踩 有精准 说明主力的计划 已经开始体现 计划到位 空盘到位 才会有精准 是吧 那它空盘能力强 它必然会有上弓 所以大家看到 精准 回踩又精准 它一次 两次 往往 有可能是巧合 但是出现三次的时候 往往 它就是谋合 在这个谋合的过程中 那我们知道了 主力有这个习惯 和这个 这种操盘手法 那你在这个位置 你说 回踩 精准 确认 你肯定就会大胆的跟进 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跟着 规律走 总结 是高手 那我们再看 在这个 这个过程中 反复的震荡 一步 不断的 抬高 而且在这里 出现了一个 跳空 不补 对吧 跳空 不补 而且是个 背量 背量 不穿 是吧 这就是大家说的 牛骨 是不是 跳空 不补 背量 不穿 高量 不破 但是在这里 它有的是 一 跳空 不补 一绝 背量 不穿 二绝 高量 不破 在这里 显现了 是吧 所以说 牛骨 三绝 已经出现 那我们看 它是不是 牛骨呢 那我们就要根据 它们前面的三个阶段 对不对 用预期 启动期 爆发期 那有没有用预期 有 有没有启动期 它也有 是不是 一步回彩 精准 有没有爆发期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过了这个左风 又过了这个风 它过了三个风 是不是 处于爆发期的阶段 所以 此股 我们要继续 进行一个关注 看它能否回彩 不破形成三级飞跃 更好 是不是 它如果回彩到 这个左风 来进行过风 保顶 那我们要不要关注 也要 也要关注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看量 整体上 它是 架升 亮缩的 是不是 也就是 康桥地降 后势 必上 是不是 所以此股 值得我们继续的关注 所以 大家一定要结合 盘前三线的应用 来进行进和退 不能盲目的进行更票 好吧 那我们可以看到 上行 找阴师弟 下行 找阳师弟 由于它已经突破了左风 同时站到了这个 股风线之上 所以 我们的下线 就设在这个位置 因为这里是有墙支撑的 如果回踩 精神 确认之后 那就是我们最佳的一个 伏计的位置 那如果突破上线呢 那上线 我们就可以继续持股 带涨 或者是加仓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 泰恩康 泰恩康 那我们首先看到 此股 在这里是 架升量缩 缩量三一 架升量缩 王子老师在书中说了 架升量缩 择机 做多 对不对 这是缩三一上涨 而且量能越来越含蓄 对不对 那我们看到 它这个量能的含蓄 那我们就要想 左看 看什么 看左侧的撑组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高亮的 这个虚顶 它现在还没有被突破 对不对 那它已经站在了 高亮石顶之上 而且是 第一次是试探 第二次是攻 试攻之后 并没有站 再次上攻 这是第三次 对不对 第三次 它又突破了 最近的这两个峰 而且这个上峰 是有精准的 那就说明 这条线 是一个强阻位 它轻松突破了 长坦的情况下 它应该是 继续向上 对不对 创新高 那我们看到了 主力的异动 那我们就要 想下看看 它当下的建构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主力 做盘是非常扎实的 你看 它处处都有回踩 底部回踩 有精准 在刚开始的时候 你看 它的精准度 并不是很高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 它踩的是 这个 这个元帅柱的尸顶 你看 强装的性格 已经显现 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它处处是有回踩的 回踩 你看 在这里 它是上辅 一封两封钱 常态的情况下 这就叫有福利 福利支撑 常态 它会继续向上 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显示出了 庄家的 庄家的控盘性 和计划性 你看 在这里 在这里 是有精准 这个地方 也是有精准的 住处 有精准 说明 阻力 它的计划性 和控盘能力 是非常好的 在这个位置 又出现了一个 主动的 你看 出现了一个 向下的 跟跳空 同时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结合量线 可以看到 它采在的是 是这个 这个高亮的 R1位之上 对不对 高亮的R1位之上 常态来说的话 它应该是继续下跌 但是它是该跌不跌 反升向上 这就说明 主力是用这个 它控盘很好 进行了一个 右空 但是 你看 它下跌的时候 它是没有量的 说明 它就是一个 假跌 也说明 它是跌无可跌了 对吧 它洗无可洗 洗不出东西了 所以在这里 进行了一波 想要有力的上弓 它的基础 做得很扎实 同时 那我们看到了 加升量缩 常态应该是上涨 变态呢 它是要下跌的 那我们从规律上 来看一下 次故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 是不是有 加升量缩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在这里 我们再看一下 在这里 它也是 有个 加升量缩的 对吧 那常态应该 继续向上 但是这个主力 并没有向上 那所以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就要 防止它的调整 而不是 盲目的乐观 就进行 跟进 好吧 跟着 规律走 总结 是高手 那我们看到了 主力在这里 都有这个习惯 那我们在这里 看到它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看它 主力 会不会 继续 跳空向上 如果 跳空向上 那它就 发生了 是什么 变态 走势 那就是 进行 进一步的 上涨 那上涨 的位置 我们就要看 它能否 有效 站到 这个 左风的 这个虚顶 之上 因为 这个单枪 上一线 比较长 对吧 它的实体 跟它的上一线 都是基本上 差不多的 所以呢 我们看它 能否突破 这个上一线 创新高 而且 创了新高 之后 能不能够赞往 如果赞往 这刺骨 还会继续向上 这只财富趋势 我们可以看到 刺骨在这里是 价生量平 对不对 这是微微的 那王子老师 也说过了 平量中 在 三到 百分之五之间 我们可以 把它视为 是平量 对不对 那它就是一个 架声量平 而且是跳空的 那架声量平 那等于架声量缩 是吧 那 主力控盘 很好 我们可以看到 从当下 可以看到 它连续的 跳空向上 出现了一波 凌厉的拉伸 同时 我们要结合 位置 决定 性质 那 平量中 平量中 在低位 是适应 爆发的温度键 那在高位呢 对不对 位置 决定性质 在高位的常态 情况下 它 我们要警惕 为什么 它起下向的力量 往往往向上的力量 是成正比的 那我们缩图 可以看到 此骨 处在什么位置 我们一看 哇 处在左侧的骨底之下 而且这个左侧 这个高亮的实底之下 对不对 那这是一个强阻备 它能否有效突破呢 那突破才是我们 最佳的介入点 是不是 当下 它虽然形成架声 尿缩的态势 有进一步上攻的欲望 但是 它能不能功过 是不是 它站不上去 那说明 它就是 以强 以弱 失强了 是不是 所以 在这个位置 我们 看多 但不易做多 等确认 回踩确认 它突破了这个 强阻备 那我们 再继续跟装 是非常好的 为什么会选 此股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 此股是长期下跌 你看 有多足 百日地量 而且没有 阴过阳的柱子 那就说明 这只股票 主力控盘 是非常好的 对不对 那在 牛股量行里面 这就是符合 牛股量行的一个 第一个标准 是不是 驾驻 波浪 滔天 亮驻 风平 浪静 那你要看 它是不是 启动 那我们就看 它底部 用 用流股的 无法则 来进行 研判 是不是 握底部 有没有 百日地量穷 有没有 握底海将军 有没有 黄金 十字架 托底 那这都是 衡量 这只股票 能不能 走牛的一个 标准 和它的 一个启动 那我们可以看到 主力在这里 是回踩 又精准 而且它踩在 这个高量的 实底之上 是不是 那在这个位置 它 上弓的时候 你看 它的量能 是非常的 含蓄 一旦突破 左锋 它就 迅速的 拉伸 这就是 强装 汉装的 一个 行为 所以 在这个位置 我们是 很尴尬的 有人看到 光看 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 左侧的 高量 实底 没有过 对吧 同时呢 是加深 量做 这是 缩量 三一 常态 它是应该 直接 就可以 供上去的 是吧 但是 我们 缩土 一看 发现 原来 左侧 还有 一个 谷底 当在这个位置上 它没有被突破 没有突破之前 它又是一个 强阻备 它突破 必然会有 凌厉的上弓 那 子骨 既符合 流骨 量型的标准 但是 我们要 结合 当下的位置 来进行 更装 我前面 与大家 也交流过 宗迅 三项 规律的 它是 活骨 对不对 有工坊 体系的 那 股票 它才是 牛骨 牛庄 牛庄才会 有牛骨 对不对 那 当下 它很 它很牛 它也有 自己的 工坊 体系 你看 它回踩 左锋 即上 对吧 这个位置 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这里又形成了一个 高量的 黄金柱 而且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合力 王牌 对吧 那 它的攻势还是非常猛的 但是 我们看到了 究竟这个位置的压力位 那我们能不能盲目的进行跟进 显然不行 那我们要等它突破 关键的量线 确认 你在跟 要不 就等它回踩 确认 你在跟 只有这样 我们操作 才能够稳健 好吧 这是我最想跟大家交流的 因为我在股市里面 也受过很多的伤害 我不希望大家能 也发生同样的伤害 所以 大家一定要 遵循量学的标准 确认 在跟进 左预判 又证明 等待 确认 是灵魂 确认 才是我们 最佳的伏击时候 如果它突破了 这个 股 风线 那 必然 会到这个 究竟的 这个高亮 石顶 这个位置 我们就要一步一步来看 不能盲目的 一看到它突破股风线 有人就会想到它翻倍 那是不对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跟装 看装的行为 那我们根据当前的走势 只能判断它 究竟反弹的位置 那反弹过去确认之后 那我们才能一步一步的跟上 是不是 你不能因为我一过它 我就想着它会涨 会翻翻 或者是直接的上涨 这种可能性有没有 那除非这只股票 鼓励用作的时间长 而且它刚好又在热点风头上 才会出现零利的上攻 所以当我们看到 刺股的时候 一定不能盲目的进行跟进 我再劝大家一次 不要看到个股就给予操盘 也不要看到大家在群里面 发掌听板红包的时候眼馋 为什么 那都是他们经过千锤百念之后 得来的收获 所以当你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也可以做到 所以现在你们不要着急 特别是新进来的学员 那我们交流了此股 我们画好了它的盘前三线 我们做一个提前的预判 那上行找实底 下行找实底 那我们把 由于这个 它是四个多点的阳柱 那我们把它的实底 设为它的下限 那上限我们就设这个高量的实底 从空间的盘向看来吧 那看的话 它是上小下大 下大 是吧 那就是探跌防涨 那我们看这个 手判证券 这只股是一个次心股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是拉了几个板 一二三四 第五个板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阻力 它拉了五个板之后 在这里进行了一个 震荡式的走势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 整体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架声的 量呢 是缩的 对不对 架声 量缩 那此股的 此股的走势 我们应该如何 进行一个操作呢 那架声量缩 择机做多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康桥地匠 后势应该是必上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 它是一个假阳 假阳真音 务必当心 但是 它是在 它是回踩在 这个高亮的石顶之上的 是吧 所以说 那 假阳真音 我们当天把它当 阴看 阳盖音 确认 才是我们 伏肌的一个 位置 所以根据 盘前三线 我们可以看到 那我们就设这个 高亮的石顶 为安全线 只要它不破 高亮石顶 安全线 那你拥有此股的朋友 就可以继续的 持股待掌 如果跌破了 究竟的高亮石顶 那我们就要看 这个高亮的石顶 能否被站稳 那我们如何判断 它的一个趋势呢 那就是用太极线 我们知道 跨太极线 首选背 次选王 参选的是 大阴大阳 对吧 代选的是 急阴急阳 那我们个股是 先选王牌 选背量 那此股 这里只有一个背量 那没有背量 我们如何选 那我们就要画 它的王牌 那稳健者 你就画 底底 开极线 那以这个为底 那当下 这个是一个 那王牌判向的话 那我们可以预判 这个是一个基柱 为什么 因为 王牌柱 后三日的收盘价 在这个基柱的石顶之上 那这是一个王牌 当王牌的基柱 没有突破 它后三日的 这个 这个石顶的话 那这个 它是在处于一个 同一水平的王牌柱 那这个王牌柱 往往 我们就要 取起高 对吧 它是窝在 这个王牌柱的下面的 所以我们要取 这个为基柱 那以这个为基柱的话 我们画 底底 太极线 那就可以看到 只要它 沿着这个 太极线的 方向运行 常态 它会继续的上涨 一旦 它跌破了 这个上行的 太极线 那我们就要 大胆的出货 等主力 回踩 确认 再进行 更装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 广博股份 广博股份 这个票 猛然间一看 你看 它上涨 方量 下跌 缩量 而且还多处 有涨 提慢 说明 这只股票 是非常的活跃 对不对 而且 它符合 大家常常看到的 三阳 声音 是吧 那我们可以看到 那你看到了 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首先 你从 异动 你看 这是 这是一个 大音 次日 来了一个 缩量 上涨 盖全音 说明 这个主力 很强劲 对吧 这是一个 椅子板 椅子板 常态 你看 跳空 大音下跌 应该是 连续 跳空 下跌 但是 它来了一个 该跌 跌 对吧 是变态的 走势 那我们看到了 这个 变态的 走势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向 左看 看什么 看它当下的 称阻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 一缩谱 看到它没有过 就近的 这个左风 对不对 同时 我们可以看 第二一辆 比 在这里 它没有过 左风 它是 微放量 次日 缩量 过了 这个 就近的 这个 大音 但是 并没有 站上 这个 左侧的 这个 峰顶 是不是 说明 它 有上空的 欲望 而且 它是 创了新高的 那 此时候 我们该如何 进行操盘 首先 我们要看 它的基础 这是股票 值不值得 拥有 我们就要看 它的基础 扎不扎实 对不对 基础扎实的 个股 才是我们 要选的 个股 对吧 那 王子老师 也在书中 讲过 有的股票 是跟着 大盘 大幅上涨 跟风 报警的股票 那 那样的 个股 往往 它的基础 不扎实 是不是 我们 就要 找那种 个票 基础 扎实 埋头 做自己 个股的 主力 因为 这样的 主力 我们 更装 才更放心 更安心 对不对 那我们 可以看到 在这里 我们看到 缩量 次养 概全因 同时 看到了 这究竟的 压力 那我们 向左 看看什么 看当下的 建构 我们可以看到 主力 处处 回踩 是有精准的 而且 它的精准 你看 越来越 平凡 而且 时间 越来越 短 是不是 说明 它要 爆发 它如何 爆发 那我们 就要看 左侧 它的阻力 多不多 对不对 它能不能 攻过去 这是我们 要考虑的 一个问题 那我们 可以看到 在这个位置上 出现了一个 缩量 的上涨 那基础 扎实 一级 两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七级 对吧 它的基础 还是相当的 扎实的 那就看 它能不能 有效的突破 或站稳 因此 当我们 看到了 它的基础 扎实 同时 看到了 它的 撑组 那我们 就根据 盘前 三线的 判相 来确认 来确认它 能不能 有效突破 它这个 前期的 左方 能不能 够站稳 如果它能 站突破 那个 这只股票 常态的情况下 还会 继续的 上扬 因此 我们 这个时候 就要提前 画好 盘前 三线 那我已经 提前 画了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因为 左风 一旦突破 它是 强支撑位 但是 那 究竟 我们可以看到 画水平线 可以发现 它并没有 有效 站稳 因此 又离 左风 非常的近 所以 我们把 中线 设置在 这个 左风的 十顶 六块 五毛钱 这个位置上 那下线 我们就以 这个高亮的 十顶 为下线 只要它 不是 有效 跌破 一旦 被确认 常态的 情况下 它还会 继续 上扬 为什么 因为你看 主力在这里 它的节奏 在不断的 加快 是不是 你看 这里是三天 这里也是三天 这是两天 就想上工 是不是 常态 如果它 时间变短 加速 那就是要 进入一个 快速拉升的 一个行情 里面去了 那还有一支 是 空打 股凤 这支股票 直接在 直接也给大家交流过 对吧 那我们可以看一看 此股 这支股票 你看是 棋子板 费量过左风 由于它是一字 而且这是量 那么是非常含蓄的 它过了左风 常态 它会继续向上 我们常说 梯子过左风 往往有一冲 你看 在这个量波上 我们并不能看到 阻力下达 说明阻力是瞬间下踩的 而且这个阻力控盘是相当好的 那它已经突破了 那它已经突破了左风 常态 它会继续向上 那此股为什么会有这么强势的上涨呢 那我们只有分析懂了主力的行为逻辑 当我们再次遇到这样的个股的时候 我们就会轻松的抓住它 对吧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分析马前炮的原因 马后炮 马后炮的原因 你看 这是倍量过左风 往往有一冲 而且它的量能是非常的含蓄 我们可以看到 这磁骨是 缩土 你看 在这个位置 你看 它是长期没有大涨过的股票 而且它在长期用行的过程中 你看 没有创股新低 那就说明 主力是在这里进行了一个 那筹码进行建仓的 也就是说 主力的第一个成本区 它是在这个位置的 所以它不允许跌穿 在这里虽然出现了一波 灵力的上涨 由于左侧的风骨 你看 骨底线 就把它给 限制了 是不是 主力在这反复震荡之后 再次上筒 消化之后 主力进行了 想下 用心 想下用心的目的 它就是 吸 吸纳别人的筹码 是不是 降低自己的成本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散户割肉 主力吃肉 是不是 它在这个位置上 进行了一个下打 而且你看 处处都有百日滴量 百日滴量是主力控盘 极好的标志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主力是非常的贪婪 对不对 你看 百地之后 还有百地 是不是 按理说在这里 百地之后 应该继续上涨 它在这里 来了 突然拉了两个涨停板 胸高开 低走 又被左侧的 这个筹码密集局 把它给打压下来了 所以 它在这里 进行了一个 反复的震荡 你看 在这里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只股票 后劲 它是极强的 为什么 你看 在这里出现了 跳空步步 一跳 两跳 三跳 这呢 四跳 对吧 你看 它每次 一旦跳空 都会有一波 凌厉的上攻 而且它不回补 说明 它主力 它要迅速的 想脱离 自己的成本区 在这里进行了 你看 又出现了一个 跳跳的走势 这种强劲 这种强劲的个股 就是值得我们 继续关注的 一只股票 那 它现在 已经过了 这个左侧的 百高峰 我们说 经常说 站上 百日高量峰 百日高量峰 就是战略峰 对吧 站上战略峰 我们就用 战略 战术 来进行 应对 那 这时候 我们就看 主力 过峰 保顶 是不是 一旦 它过峰 保顶 确认 就是我们 在战术上 进行 更装的 一个位置 所以 此股 也是值得 大家继续 关注 所以大家 不要把 这只股票 也给忘了 我们可以看到 它已经 站上了 百日高量峰 那 常态 应该是 继续向上 那我们就 提前设好 盘前三线 上行 找 阴时底 下行 找 阳时底 同时 我们要 结合 左侧的 左峰 来进行 你看 在这里 主力 已经 平了 就近的 这个 左峰 那 上行 我们看的是 阴时底 由于 在这里 你看 都是 白日地量 小阴 是小阻力 大阴 是大阻力 对不对 同时 这里是一个 筹码 密集区 因此 我们的上限 画到这个位置 是比较合适 同时 它符合 量学标准 上行 找阴时底 对吧 那 大阴 是大堡垒 阻力 一旦攻破 它常态 就会 继续的 向上 我们可以看到 那根据 这个 盼向 来看的话 上面的 空间 大 下面的 空间 小 就是 看涨 防跌 这是一个 也是一个阻力位 我们可以 放大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 这是一个 阴高亮 这是一个 高亮的 这是它的 左峰 所以 我们先看 这个位置 阻力 能不能 有效的 突破 那 突破了 那 我们就看 这个高亮 这个高亮的 湿顶 同时 它也是一个 图码 密集区的 一个地方 而且 也是一个 谷底 对吧 所以说 在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看 那 第一步 我们先看 这个位置 看能否 有效突破 这是一个 高亮 高亮 这也是一个 阴高亮 你看 没有被消化过 所以呢 没有被消化的 阴高亮 它常态 都是一个 强阻位 所以我们 画线的时候 一定要 心细一点 你看 一毛 如果你 你不 自细画的话 你看 它就往往 就会画错 在这里 你看 它已经过了 那站到了 这个 这个位置 这又是一个 风骨线 如果跳空向上 常态 它就会继续 上攻 所以 此股 值得我们 继续的关注 根据 它前面的走势 我们可以发现 此股的 后劲 是十足的 所以 大家也要 关注一下 这个 这支股票 今天的交流 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有问题 我们在群里面 继续交流 好吗